这是你家的孩子呀 女孩子没个女孩子的样子 女孩子应该穿裙子嘛 还带弯衣吧 有这个功夫 不过上几个兴趣班 赢在起跑线上 就是 我家孩子现在早上五点起 晚上十点睡 学习时间长了 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说得对 只要学不习 就往私立学 我的女儿 不需要有负担 只需要做自己想做的 不够了算我的 生活不是只有学习 成绩也代表不了一切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 使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 而不是把孩子们 变成只会学习的机器 你们看不到孩子的努力 却要他们成为你们的面子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凭什么让孩子走